接下來在關心梅基颱風侵襲 菲律賓這幾天當地紛紛傳出災情 而目前至少有167人死亡 超過200人受傷 颱風引發洪水和大量土石流 速度之快讓民眾措手不及 什麼都沒帶上 只能夠先爬到怪手的纏斗上逃生 菲律賓颱風旺季到來 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近日遭到 梅基颱風肆虐 各地紛紛傳出災情 菲律賓國家氣象局表示 現在梅基颱風結構已經消散 但是大片地區留下水箱澤國 救援工作也持續進行 統計這一場風災造成了 大約42000人流離失所 上百人死亡 還有超過200個人受傷 萊特省的貝貝市受災嚴重 山崩將一個偏遠村落全部掩埋 官方聲稱事先已經有疏散 沿原 但是山崩的範圍 遠遠超過了當地政府的預期 菲律賓總統杜特第16號到災區視察 瞭解災損和人員傷亡情況 隨著救難人員陸續找到遺體和傷者 官方估計傷亡人數還會再進一步上升 記者朱鋒之武器昌 綜合報導